大家好,今天我们学秋海棠的画法 我们先了解一下秋海棠的花卉 秋海棠就是秋天开花的 它的花比较特殊,我用结构给它画一下 花是四半花,有两半是大一点的圆 然后呢,有两个呢,对称了小圆,中间呢是它的花蕊 秋海棠的结构,花的结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相对而生 那我现在用那个颜色开始画,用颜色呢,我们今天用那个粉色 我们把那个白粉调一下,调完以后呢 注意哈,我们先沾点白颜色,调好了白颜色 避一避,避一避,完了以后呢 我们注意哈,我们可以在旁边盘子上挤一点白色 稍挤一点,不要挤太多 好,然后我们先调白色 先调出白色,调出白色以后呢,调到笔度上 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点鼠红 来点鼠红,调一下 往那个笔,笔尖后面调 然后呢,我们再画的时候呢,笔尖来点浓的手,立起来 嗯,其实这个花鸟的这个调颜色 嗯,真的特别重要的哈 我现在把它画出来哈 我们这个是中风行笔,点都 一个 转着圈啊 这是一个秋海棠,秋海棠的花 那么再来,再来的时候 这一个比较规矩哈 那再来了,你可以稍微啊,不要那么 但是一定要藏风 啊 这组合了啊,这是组合到一起的啊 我们再来 好,我们再画 把那个笔啊,藏起来啊,藏起来 好,没有了,我们再再调颜色哈 白了还是调到笔度后面 然后呢,鼠红 笔头鼠红,先调一下 转着笔条啊,转着笔条 然后笔尖 来点鼠红,浓鼠红 啊,来点浓鼠红 我们看一下啊,把它组合到一块去哈 然后我们这边呢,可以 那个孤度啊,孤度 孤度呢,是比较那个什么呢哈 可是比较,颜色比较重的 我们再来啊,我们可以这边再来点 你看,这样分布啊,把它这个 然后这边再来一条 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孤度给画一下 孤度稍重一点 比较沾浓鼠红 两笔啊,两笔 它这个孤度也是圆的哈 也是圆的 啊,也是圆的 比较往这儿,往这儿来点 然后我们再用镜啊,把它穿起来 我们这个镜呢,是用这个 呃,腌制 啊,腌制 我这里面有墨啊,不用弄墨 这个是腌制啊,这是腌制 我这个是那个矿物质颜色哈 不是吸管里面的颜色 不过你也可以用吸管里面的颜色 我们用腌制啊 用腌制 然后调一点点鼠红 腌制多一点,鼠红少一点 这样哈 鼻鼻 然后把这个镜呢,给它连起来哈 也就是它了 跟那个很像的啊 也是跟那个,你看这个镜 啊,在下面 往这下面也可以 在下面那儿镜 稍微往下那个,连接那个花锅肚的时候呢 稍微重一点 嗯,这样呢就是 看起来也比较 嗯,你看 看这个就 嗯,还没画完了哈 我们就是,然后用点白粉哈 我们可以用点白粉什么的 加点藤黄 也就是说用那个 白颜色 加点藤黄 用小饼啊 白颜色加点藤黄 挤一点藤黄啊 挤得稍稠一点 哈 挤得稍稠一点哈 然后呢 小饼 藤黄 加白粉 把它的蕊给画出来啊 它的蕊就是 藤黄加白粉 稍稠稀一点 这样呢,再它呢 诶,这个花 海棠花 求海棠画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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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